叶少阳双手抓住尾巴 在空中抖了三下 用来灌在一块巨石上 摔得七昏八速 鲜血迸射 半天才爬起来 这并不是一般的邪物 叶少阳心中非常明白 这一点 从他能突破朱砂线封锁 破体而出 就可以看出大概 不幸的是 他遇到的对手是叶少阳 从一开始就被占了先手 完全发挥不出 甚至连还手都不能 这会儿 刚从石头上爬起来 叶少阳手持一方大叶 兜头打了下来 明明皮修衍 一阵天文路 二阵地文门 三阵人有路 四阵鬼屋门 天罗帝王不容情 太上老君 积极如雷令 皮修衍 将那拐婴牢牢的牙筑 完全动弹不得 肉身被一点点的碾碎 无血溜塌 很快就没了动静 叶少阳做法 收起了皮球瓶 目光寻找木星宇 见他已经降住了那僵尸 用一根草绳拴住手脚 用力扯在一起 那僵尸四肢挣扎 却睁不开 看似脆弱的草绳 木星宇喘了口气 去看被皮球瓶压死的 那个怪鹰 看了一眼 立刻捂住嘴巴惊呼道 啊 这是鬼血匠 简单介绍起来 这鬼头匠 是黑无数中间 极其厉害的一种 木星宇虽然没见过 但也在书上看过 望着石头上 一堆残渠化渠的血污 最终用树枝挑起一串 白花花的东西 说道 这就是鬼血匠的真身了 这是什么 紫盒车 也就是胎盘 这门巫术 就是用妇女产子时的胎盘 在药水中浸泡 还有各种玄妙的法术 我就不知道了 总之 三年之后 紫盒车化出邪灵 就是这鬼血匠 用来伤人 鸡鸡难对付 你是怎么弄死他的 木星宇上下 打量着叶少阳 见身上干净 没有剧烈斗法的痕迹 也十分好奇 他没找到机会还手 直接就弄死了呗 叶少阳怂着怂肩 木星宇说道 我们十八寨 绝对没有这么厉害的黑武师 就算整个湘西 怕也是没有了 不知道什么人 跟我们有这么深的仇 居然放出鬼血匠 叶少阳沉淫片刻 现在完全搞不懂 下手的是什么人 他突然想到了谭小慧 想到了血巫师 或许 这件事跟他们有关 呀 木星宇突然惊叫起来 那个吴瑶呢 叶少阳一冷 四下望去 却是不见了吴瑶的踪影 心中震惊 仔细一想 一定是方才 自己和木星宇 分头对付僵尸 额患鬼血匠的时候 吴瑶失踪了 他到底经历了什么 去了哪里 救命啊 一声微弱的叫声 从远处传来 两人互相看了一眼 急忙寻着生意 一路狂奔 呼救生意只有 为两人指明了方向 一口气跑到山峰下 远远的就看到了 吴瑶立在一片水洼中间 双手死死的抱着一棵树 半个身子 已经陷入了泥水中 那棵小树被他拉得 弯得不能再弯 随时都有折断的可能 两人一口气来到了水洼旁边 吴瑶看见他们 哭喊道 叶大哥 快点救我 有东西在下面拽我的脚 叶双羊睁住 从窑间解下钩魂锁 丢了过去 让吴瑶抓住 费了半天的劲 却一点也拉不动 无奈之下 只好把钩魂锁 挤在一棵树上 让沐青鱼守住 自己冲下水瓦 一只手抓住勾魂锁 一步步的挪到了 无瑶的身边 用脚在他身下躺了他 果然有什么东西 缠住了他的脚 没等试出什么 自己就赶到脚下一沉 那东西放开了 无瑶抓住了自己的脚 眼下这种情况 叶双羊也没时间磨叽 直接拔出七星龙旋键 对着脚下刺去 感受到那东西浑身一颤 松开了手 向下缩去 叶少阳也不追击 抱住无瑶 双手抓进勾魂锁 艰难地离开了泥潭 回到了岸边 浑身都是泥水 叶少阳累得不行 躺在地上直喘气 后来询问无瑶 得知他是被一个鬼影 强行拉到这里的 按在泥潭里 然后那鬼影从下面 拉住了他的双脚 他把裤子卷了起来 抹去了泥屋 发现两个脚脖子上 各有一圈 无情发紫的指痕 泥中那个邪物的力道 可见一斑 那个东西死了没有 沐清宇不放心地问道 挨了我一剑 把城市活不了了 不过我也没有把握 你在这做个计划 等将来有空过来处理一下 叶少阳一边说着 心中便迟疑地思考起来 那黑影抓住乌瑶 也不杀死 显然是为了吸引自己而来 可是他并没有什么危险呢 叶少阳觉得 这件事很想不通 恍然想到 莫非对方引自己来 不是为了杀死自己 而是有别的目的 那会是什么呢 突然间 沐清宇指着他身后的山峰 说道 那里有个山洞 叶少阳回头望去 只见山峰下面 的确有个山洞 走过去仔细看 这山洞的外面 全都是新土 下面不远处 还有一个大土堆 心想 这山洞 八成是山地滑坡 才出现的 沐清宇观察左右之后 证明了这一点 这山洞 以前或许没有开口 就算有 也很隐秘 因为洪水造成了山地滑坡 这才显现出来 沐清宇用手电 朝里面召去 发现了一个 长长的东西 一头大 一头小 被两根木梁架在 岩壁上 悬棺 沐清宇当场色变 在南方 悬棺很常见 只要山势构险 悬崖上 差不多都会有悬棺 但像是眼前这种 把悬棺安放在山洞里的 却是非常少见 沐清宇躬着身子 用手电 往山洞伸出照去 发现悬棺 似乎还不止一幅 你知道什么是悬棺吧 沐清宇问叶少阳 叶少阳点了点头 关于悬棺 他当然听说过 这是一种 不同于汉人土葬的 风俗文化 说白了 就是把棺材 悬挂在悬崖上 上不碰天 下不沾地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叶少阳并不知道 至于这些棺材 是怎么运到 悬崖峭壁上的 一日以来 就有各种说法 叶少阳也不知道 哪个是真的 沐清宇已经走到了 山洞跟前 举着手电 朝里面照去 叶少阳赶到他身边 一起观察 只见山洞内部宽阔 靠墙一侧的岩壁上 似乎挂满了棺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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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